Chartroom有人留言 华美团今年有望回升到250元水平 它是有货的210元 我觉得250元就进取了一点 我觉得如果你说今年里面的目标 可能大概是203至204左右 就是一个合理一点的位置 所以如果你201左右有货 可以先看着那些位置 但是刚才也有说到的 看着看这些目标位 但是是不是一步到位呢 这个就真的未必的 或者应该做不到 可能好像个事一样 就是升下又回下 所以你201那些位置 你也有个准备 如果你真的坚持看着204 或者你自己说可能205那些位置也好 你预料可能它有机会回到200以下 或者到180这些位附近 才慢慢按上去 所以真的要看自己的持货能耐 是否这么强 这个是真的要问到自己 因为始终美团其实 邓提有势没错 是比一众的身体更加好的 这个当然也挺关起来 就是本身的贵迹都不差的一件事 就是比与其好的一个因素有关 但是其实也有一点就是短线升的幅度都比较急 所以就算多强或者大家看好的股份 都是有可能回调整股几天的 所以我相信可能短线都借着市一齐稍微整股回小线 初步的支持卫生是八九元左右 所以刚才也问到就是要看看自己是否真的这么强 这么坚定去拿着这批货 如果不是我宁愿就短线看着可能八九 去到上面两八三这些位置 那暂时短线这40元做着一个上落 如果不好坐地穿八九的 那你可能就先走 宁愿等低一点再去买 那这样会好一点 但是当去到两八三 而你又见到到时候可能不够力再上的 那就先吃了壶 又是低一点再去买 这样灵活一点去做 会比较好过你只坐 我觉得因为只坐这件事 除非市房的气氛继续持续地乐观 但是如果始终都有反复复的话 其实是挺考验大家的能耐 这个是挺难做的